Hello,大家好,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这一节是要给大家一次性用一节简短的时间 讲一下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段 那么后半段是比较复杂 所以说今天只讲前半段 这个也是应一个讽刺的要求 它叫火玩 他说是他想听一下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简短的介绍 那么今天来讲一下 就是说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近代史 这个各个书上有不同的定义 同样我也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就是鸦片战争开始 为什么 因为在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一个国家 就是说我管好我自己 那你世界各国 你们其他各国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 咱们谁也别管谁 这样过日子就好了 那么等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之后呢 外国列强 就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就说你想过好你自己的小日子 你是这样子想的 但是外国列强他不同意 他要打你 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有个什么呢 大的一个动荡跟变局 这样子预示着中国近代史的开始 那么当时的鸦片战争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当时啊 英国他们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种了很多这种鸦片 他们种这个鸦片为的是什么 那么从大家要知道他的一个底层逻辑 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 资本它是什么呢 逐利的 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钱 为了赚钱 那么他种这些鸦片 他并不是说为了自己来抽 他是为了卖 卖了来赚钱 那么卖到哪里 好 看到了遥远的 东方的文明古国 想要来卖 你不同意 不同意的话 那就先走私 走私进来之后呢 林泽徐觉得这个 国人老是抽鸦片 是残害我们的这个精神跟思想 觉得这样抽下去不行 就拿在虎门硝烟 把英法这些国家的一些鸦片 收缴起来给销毁 那么销毁之后 英国以这个为借口 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那么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呢 就是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这个南京条约呢 它的内容 大家猜一下是怎么样子 就是说 咱们首先根据英国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 前面说了 它的资本是逐利的 那么逐利 而且呢 它是一个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那么凭这两点就可以大概猜出来 这个中英南京条约的这个内容 一定是首先要逐利 逐利是什么 利就是钱 跟清政府要钱 要了多少 2100万两白银 就是说这个呢 是你给我补偿的军费 跟你销毁我鸦片的补偿 就是说 我来入侵你 我从英国跑到你 亚洲的中国来打你 我把你打完之后 因为我打你了 所以你要把这个 我的军费给我补偿 真的是强盗逻辑 那么逐利的第二条呢 就是什么 开放港口 以前呢 我给你卖鸦片 我得偷偷摸摸给你卖 那么以后 不行 你给我指定几个地方 我们资本主义国家 生产的这些 不管是鸦片也好 生产的东西也好 我要卖给你 我要从你这赚钱 这就是逐利的性质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呢 是这样子来定义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到 它是怎样子 它要地 为什么 它要求当时割地 割了香港岛 结果这个时候 清政府 就是这个土地 象征着国家统一的这个土地 被人开始刮风 这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的性质 那么有了中英南京条约之后 那美国法国一看 哎呦 这个清政府好欺负啊 动动手就可以拿签 行 我也找理由 啊 然后过来签条约 那么紧接着呢 又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性质呢 其实跟第一次差不多 啊 那么细节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性质是一样的 也就是首先呢 英法联军来 来了打到北京 啊 烧了你圆明园 行 你再给我赔款 赔款八百万两银子 啊 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呢 啊当然啊 开放更多的港口 割更多的地 那么这时候呢 也加入进来的是俄国 俄国呢 也是割了清政府很多的地 啊 那么就是从1840年开始到1860年 中间呢 各国列强都来找清政府呢 签订条约 跟你要钱 啊 要口岸 要低 那么从1860年开始 在中国的有识之势 就开展了这个洋务运动 为什么 因为什么 看到了外国的先进与中国的不足 就是说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 那么当时中国跟啊 洋人作战的武器 主要是用冷兵器 弓箭刀长矛啊 骑马骑兵 啊 那么欧洲这些列强用的都是火器 也就是热兵器 啊 那么首先觉得什么 啊 军事上 我得跟你学 为什么 就是当时清政府 也不是心当情愿 把这个钱给了欧洲列强 也是经过作战 实在是打不过欧洲列强 才签订了这种丧权入国的条约 所以说是洋务运动 首先第一目标是学什么 你欧洲的军火火器厉害 我就要跟你学 啊 学你的先进的军事制度 以及购买你的先进的军事设备 啊 这是主要的 当然洋务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 施以长计 以致宜 啊 施以长计 就是说 我学习 宜呢 就是这种 啊 指中国以外的 这种 啊 地区 我学你们的 长计 就是比我们擅长的这种东西 技术 以致宜啊 用来反制你 啊 那么经过这个洋务运动的最主要的成果是什么 就是清政府建立了现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 那么建立北洋水师之后到了1894年啊 在黄海大东沟跟日本海军一战 然后呢是战败 战败之后到了95年就签订了马光条约 这个马光条约啊 就是咱们的邻居 日本啊 打败咱们清政府的北洋水师之后签订的 就小日本离咱们很近 但是小日本坏 最坏 为什么 啊 其他国家呢 跟你签订条约呢 就是啊 跟你要些钱 要点地 啊 就是不要你的命 啊 那么小日本是清延这个马光条约 要了白银多少 二亿两 两个亿 搁了台湾岛 就是他呢 就准备要你的命 那么自从1894年这个啊 就是说中日黄海大战 清政府战败之后 那么当时就出现了两种新势力 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1894年啊 松中山在美国唐香山成立了新中会 这个就是国民党的前生 那么松中山当时呢 的思想非常先进 为什么 他认为你清政府学习国外的先进军事技术 为什么还没有打败国外呢 说明什么 说明你清政府的制度腐朽 清政府你既然制度腐朽的话 你再怎么学习国外也没有用 那么你想打倒列强 唯一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我把你清政府给推翻了 这样才有可能让中华崛起 那么这个是松中山的思路 所以呢 他成立了新中会 新中会的口号就是驱除大陆 恢复中华 建立合众政府 驱除大陆呢 就是驱除掉啊 什么清政府啊 什么的这些啊 那么驱除大陆恢复中华呢 当然是恢复汉人政府 那么建立合众政府 这个当然就是说要成立什么呢 成立共和国就是取消掉中君主立宪制 这是先进的啊 松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提出的这个啊 政治构想 那么与松中山同期的还有些什么呢 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党 他们呢 其实也是属于松中山同一派别的 大家记住 康有为梁启超跟松中山是同一派别的 但是他们是温和派 为什么 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也同样认识到了 清政府你这个腐朽的政治制度 那么你以清政府这种腐朽的政治制度 你去学国外的先进的军事经验 跟买国外先进的武器 你照样打不过国外 那么你想要打败国外的话 你得做什么 要把清政府的这个腐朽的制度 给他去除掉 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说 我可以不推翻清政府 但是只要你把你的政策 法制给改革了 维新了 实现了君主立宪 那么经过变法之后 那么照样可以怎么样 打得败欧洲列强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他不像松中山考虑的就是说 我通过武力打垮你清政府 进行这个法制上的变革 那么顺康有为梁启超 想的是通过大家协商商量着来 进行这个变革 这就是他俩的 这个形式上的不同 但是本质上 他们都是要求什么的 做法制改革 但是到了1898年 那么慈禧太后囚禁了谁呢 支持 就是户虚变法的光绪皇帝 杀了户虚六君子 那么户虚变法失败 户虚变法失败以后 那么标志着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这种改良派 就是君主立宪 或者说是只是在清政府原有的这个帝国的基础上 做一些法律上的调整或者制度上的调整 来振兴中华的这个愿望呢 基本上就破灭 那么从此以后 中国的主要的一个政治方向就是什么 就是以松中山为首的新中会 包括后来改组为同盟会 后来改组为国民党 以他们为主的一个变革 那么终于到了1911年 由松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在武昌发动了起义 那么紧急着到了1912年的2月12号 推翻了谁呢 推翻了清政府 光绪皇帝在2月12号这一天呢 宣布清政府 清帝国game over就是结束 那么结束之后 当时因为是袁世凯 推翻清政府有功 那么到了三月 松中山主动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 推举袁世凯 称为什么呢 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么就民主主义革命 就胜利完成 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 从中国近代是1840年开始 中国遭遇外敌入侵 那么清政府摇摇欲坠的情况下呢 由资产阶级 由资产阶级改良中国 把清政府推翻 实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那么到了1912年3月 袁世凯成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里告一段落 就说呢民国 中华民国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这个愿望 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 那么以这里呢 划分为一个 旧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 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袁世凯呢 虽然他建立了什么 建立了共和制 建立了共和国 但是呢 他中间有反复 从建立共和国反复 那么到国民党北伐 那么再到国共合作抗日 那么再到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那么这一段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历史错综复杂 需要讲的点就非常多 那么咱们今天先讲这个旧民主义革命 那么有了这个基础的框架知识之后 那么以后再听我讲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话 那么就是讲其中的某一段 那或者说细到讲其中的某一个点 但是呢 我所讲的跨度 那就是从1840年到哪呢 到1912年3月 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 那么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呢 我是从1912年的3月 到1949年的10月 从这段时间 就是这个区间来讲 所以说呢我的讽刺呢 也要知道 我主要就是讲这段民国史 好 那今天呢先到这里